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呢 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一次来讲一下 我都会选择哪些产品 好的 如果多给我一秒钟的时间呢 我可能会先抓起这一支Dior999 这一支其实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正红色 我觉得每个女生都必须要拥有了一支口红 我的这支还是滋润款的 每次气色不好啊 或者是懒得化妆 999上唇之后立马恢复元气 而且它效果对我来说是优微的突出 这支小金条21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对 它这个颜色是有点偏蓝调的口红 我为什么不选它呢 是因为它对我来说实在是有一点太干了 而且咱不是在逃难呢 我就是没有时间再去抓一支唇膏 然后两个一起带走 综合考虑来说我还是选择这支Dior999 好的 然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 我就会拿这个YSA的气垫 无论是补妆还是化妆都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现在对我来说天气没有那么干了 我才敢用这个蕾丝气垫 其实在我的心里我真的非常想拿这支阿玛尼的粉底液 但是逃难嘛 你还要去拿一个美妆蛋 然后再把它洗干净 然后再用它上脸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就首选这个气垫 至于我的妆前产品呢 防晒还是用这个Eastin的 primer还是用这支Stella的 就是我一直都是用这个组合 眼影方面呢 我是一定必须会选这个CT的Pillow Talk 我太喜欢这个神仙颜色了 这个眼影盘真的是让我如痴如醉 而且在这个眼影盘四个颜色都有 提亮啊打底或者是加深都是可以的 而且贵嘛 50欧就这么一点点 大家看 我打开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懵 我看它真的好少呀 所以呢 它贵 而且颜色高级 我一定会选它 把它带走 高光的话呢 会选这个Bobby Brown的 五花肉高光 大家看又是一个配色非常非常高级的颜色 它就是上脸啊 会显得非常有气色 而且不显毛孔 那真的就是爱了 这些都是我去年买的 我觉得啊 真的一点都不后悔 其实我对睫毛膏没有特别的要求 所以睫毛膏我会选择这支亚什兰娜的睫毛膏 没有什么不好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 就是好用就可以吧 这支带走定妆粉饼 然后我会选NURSE的这个蜜粉饼 大家都知道新款的蜜粉饼 它里面是有一个粉铺的 所以也是很方便补妆 而且对于我这种干皮来说 现在这个天气我用它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这也是我去年买的 眼线笔我一定会选这一支 KKO的棕色眼线液笔 这一支其实出镜率真的非常高了 我真的特别喜欢用 它是那种深棕色眼线笔 而且非常流畅 一支也不贵嘛 就几十块钱 然后还能用挺久的 如果再多给我一秒钟的话 我能不能申请多带一支Stella的这个液体眼影 Stella这个牌子的做这个亮片方面 真的是太完美了 就涂在眼睛上还有眼头这 你会觉得你的眼睛在发光 如果多给我一秒钟我一定会带这个 好的呢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啦 这就是我选择的逃难化妆品 如果出什么事我就抱这个盒头就跑 有机会又加这个一起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就给我点一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安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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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